比亚迪威武霸气全无敌 横扫千军如卷席 智能驾驶又得敌 你再说我是敌催我就跟你急 怎么回事 这个太平洋车网测试这个智能驾驶 就是难度都非常高 一共测试了五款车 这个最著名的这个阿维塔12 还有这个问界M7 腾4N7 小鹏G6 还有这个自己MS6 这五款车 来咱们看看 一共测试四个高难度 看看都是什么啊 这个狭载垂直车位测试 狭载测方车位测试 逆向斜鱼骨车位测试 断头路镜头车位测试 不难发现啊 看了啊 看好了啊 所有的项目 只有腾4N7都通过了 那个比亚迪妹说 我有智能驾驶很强 不等于他没有 听明白吗 成天教会你挺欢的 还没达到满分啊 这个反正也是自己家的 这个华为问界 我也不好意思说啥 但是也行啊 这个阿维塔12 这都只都是这个华为生态的啊 然后问界M7啊 这都是差一点点 到这个最难度的断头路这不行了 然后这个小鹏G6 只完成了两项 后边两项有难度的 都没完成 然后自己LS6 没啥成绩 所以说咱们看看啊 举两个看一看啊 首先这是逆向斜鱼骨车位测试 看看啊 它这个关键在于逆向啊 从数据上看 腾4N7柔库次数最少 且用时最慢 看看腾4N7的表现 依旧保持文件的风格 并且整个博入轨迹 都有实时渲染显示 整体都出了一个让人安心 咱们再看看 最难度 终极难度的这个断头路测试 作为本次测试最难的场景 断头路泊车的测试结果 让我们直呼意外 腾4N7进入断头区域后 识别很早 整个掉头动作 把断头路空间压榨的 非常极限 我们坐在车内 也是狠狠捏了一把汗 好在座舱内 有精准的泊车距离报警 并用语音提醒司机 还提前把掉头轨迹 SR给规划出来了 让乘客做到心中有数 因此泊车过程 让人足够放心 另外腾4N7 整个泊入动作 通过这个场景测试的选手 泊车用时和柔库次数 最为平均 新来源车下半场 智能驾驶 比亚迪也行 全方位都行 是不是 比亚迪全无敌 横扫千军如卷席 没毛病吧老铁 怎么样整一台腾4N7 大言哥又要去骗车了 有时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